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今天来介绍我新开的兰花 这个叫做加德利亚兰 加德利亚兰是一种原产在南美洲的一种兰花 那这种是其中一种 这个其实还蛮大颗的 你看它的植株尺还蛮大颗的 这个叫做Intermedia 中文实在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Intermedia 那它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系叫RIO 那这个品系 这个品系呢 其实它就是开起来非常的粉红色 桃红色非常的亮眼 那它的多花性也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选出来的品系 这颗是在我手上非常久了 我记得我这颗至少有中个四五年 应该跑不掉了 那它的学名的牌子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叫做Intermedia DRIO 这个在市面上是还蛮常见的 所以如果你想很漂亮 然后桃红色每年开花开得非常多 它一梗可以来两朵花 你看这个 这也是一梗来两朵花 这个刚才不小心掉下去折到了 那这也是一梗来两朵花 所以其实你看它一次开出来 可以开到六朵以上 因为这一颗其实我是把它一直放在外层 没有很认真的去照顾它 那它之前也有得过病 然后死掉以后呢 那再重新长回来 所以现在今年长的状况比较好一点 然后今年总共一次开了六朵花 然后非常的亮丽 那这种Intermedia 还有很多种品系 有些似乎有那种白色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红色线条那一种 可是那种通常开起来不是很平整 非常奇怪 那一系列开起来都不是很平整 大部分的花都不是很平整 那以这一颗来讲 如果是以李欧这个个体来讲 是非常平整 然后非常好看 它整个颜色啊 然后它的平整度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唇瓣也非常的漂亮 整个大红色的唇瓣 那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 好重好痒的一个非常好 好重的品种 如果有机会你真的可以来买来玩玩看 而且它固定来花 就算照顾的不是很好 它也还是固定来花 所以呢它就是好重好痒 然后又好看 那它有一点点蜡子型的花 所以它的撑的时间又比较久一点点 通常这种蜡子花大概可以 撑个应该半个月一个月 应该是跑不掉的 大部分如果是纸质的话 速度就会快很多 很快就卸掉了 那加德利亚兰它的特点 它喜欢强光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开花 就是基本上要强光 然后干湿分明的环境 你要上板或者是盆子都可以 而且它很健壮 你看它这个羹全部都长到外层来了 而且我也没有给它分盆 就只是在这个盆里面 所以它实际上非常的健壮 非常的好痒 市面上的话 最近应该会比较多 因为它最近进入它的花季 有白色的 有红色的 有白色叉 那个红色的角的 也有蓝色的 这个变异性非常非常的大 它是很多的清本之一 有些人会拿去教其它的加德利亚兰 像教Woke 或教一些蓝色夏威夷 教一教 然后出现便异型的个体 但是 实际上它的植株 但它植株比较大一点 如果不喜欢大植株的人 会觉得说 它太大颗了 它大概站起来 大概也有个 四五十公分以上的高度 但是它就是好种 好开 非常容易开花 非常好种植 又不怕干 就是干对它来讲 其实还可以接受 那基本上如果种得好的话 一梗 新芽就会来两朵花 像这一次来的三梗 新芽就来三 是六朵花 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好 非常的值得 我一直只是丢在旁边 它就每年固定的会来花 然后 而且一年我记得来花次数 还不一定是只有一次两次 有时候会蛮多次的 看它的状况 湿一点肥 应该它会长得更好才对 那因为我丢在旁边 它也没什么湿到肥 所以你看它的个体也是瘦瘦的 但是 每年就是固定 来漂亮的花 所以有机会可以来种种看 这叫里欧 RIO 就是在市场上 蛮常见的一个 市场 它也可以说是市场花的一种 蛮常见的品系 叫里欧 好开 好开 大红色又漂亮 然后基本上 不是非常的难 对初学者我觉得非常 非常适合他们去做 种植或养植 它的材料只要粗料就好了 你用一些树皮 或者是像它里头 这个是用树皮去种植的 只是很久之前用树皮去种植 它都可以接受那个环境 干湿分明或干一点都可以接受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初学者养花 养的花 然后又耐肝 耐病 是耐病性也还不错 所以 有机会 如果空间够的话 可以中肯来看看 每年固定来花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 好 OK 那今天所介绍的就是它 它叫做里欧 Intermedia Intermedia Intermedia实在中文 不知道怎么翻译 它就是一个Intermedia 卡多利亚的Intermedia 加德利亚兰的Intermedia的里欧个体 好 OK 那今天所介绍的就是它 那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那可以留言给我们 嗯 假设 假设有问题的 想要再寄照片给我的话 你再留言 我再给你email 你可以再寄给我们 看一下你有些人 会觉得它兰花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一起看看 OK 好感谢你的收看 嗯 假设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 好 今天就这样子咯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咯